猜猜看我现在是在哪儿呢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上海国际车展的现场 既然上海作为一个潮流的魔都 沙姐姐说自然会带着大家去打开一款很潮流的车型 它就是标志的408X 看见没有 就在那个球里面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展台 看 放眼望过去 是不是很明显 虽然这个展台比较简约 但不简单 因为在中间是有一台标志的概念车型 据说为了这一次车展 专门从法国远道而来 潇洋过海在咱们的展台中间 你看现场也有这么多人在拍摄这款车 快快快 看一下这个里面好漂亮 好炫酷 你刚刚在外面看的时候看不出来 那现在更为的明显 香车配美女 今天咱们的美女模特在她的旁边 把这个映衬得非常的完美 那今天的408X就是在左右两侧 在这一次发布会现场也是公布了她的四款车型的一个售价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款车型分别的价格是多少钱 除了公布价格之外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她的一个权益了 因为从现在开始到5月31号之前 凡是408X的交付的用户这里面包含了盲定 还有预售的客户都可以获得1万元钱的无界权益 这个无界权益里面包含了它的无界LIFE基金 无界的桃园基金 还有无界的购置基金和无界的行者基金任选其一 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满足到咱们不同用户的用车 生活多元需求啦 那么兴奋的权益点告诉给大家之后 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关注在咱们的408X车型上面 这台车作为一款新车 其实它整体的造型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它和它的整个logo我觉得是属于息息相关 是个狮头 我个人是很喜欢因为我是狮子座的 然后它在整体的设计上面就和logo结合起来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脸采用的是一个湿吼的超宽体前脸 那它的尾灯采用的是一个湿肘 还有它采用了湿耳的空气扰流板 整体的车的一个造型采用的是很动感的几何车身 而且从它的一个侧面去看的话 也是属于非常流行的溜背式的一种造型 坐进到车里面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车的内饰属于轻奢金属质感的氛围 一下子拉满了 因为它车里面的这些度个视条做的是恰到好处 看到没有 这些地方 然后配合上这种魅力来运动座椅 我觉得它将时尚玩得很透 而且标志有一个特色 它的整个车里面也是属于很有科技感的 但是它的科技感和自主品牌的有一些区别 它的整个科技感更多的是像在机舱里面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我正前方这个同级唯一采用的一个裸眼3D的液晶仪表盘 10.25英寸的 看这也是10.25英寸 这个是9.7英寸 那也就是说这一块它采用的是一个Blue-iX 情景交互系统 让我们在车里面随时可以三频互联 它的音响呢 采用的是Focal的净浪Hi-Fi音响 而且还是数字专业调音 我相信你驾驶者408X在路上行驶 把音乐一放 哦 整个氛围拉满了 这个方向盘也很有意思 赛车的小服饰运动方向盘 再加上这个音乐一波放下来之后 我感觉自己要飙在赛道上一样 今天是在展台肯定不能试驾啦 但是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会好奇这款车的一个参数 动力参数 那么它是1.67配合上8AT的高效动力组合 最大功率是129千瓦 最大扭矩是250牛米百公里的 官方综合油耗是6.35升 那像408X这样的一款车了 除了它的外观内饰很时尚动感充满着潮流之外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专注于它的精髓 它的精髓就在它的体盘调教上面 百年大师级的底盘调教 所以我觉得像标志408X这样的车型 只有当你驾驶在路上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它的优势所在 那么对这款车感兴趣的朋友呢 其实可以到车展的7.2馆标志展台 来一睹它的魅力哦